来说最大的难度和难点在于什么 其实是在内容输出 就是在咱们做数据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加工的工艺 就是我们的数据要跟材料进行匹配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极针三维设计 我们就是做三维设计这个部分 尤其是像咱们一直说内容为王 在硬科技当道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内容输出是缺失的 而我们做的是这些内容的团队 也就是说是专门是做三维数据的团队 那我们极致盛放的知名产品 都有哪些呢 我们应该在最近的 尤其是像这把椅子 是大家传播度非常高的 3D打印的椅家具 那么我们还会有3D打印 最早的时候大家认识 我们是3D打印的婚纱婚礼 那么其实是做服装服饰这个板块 方便问一下这把椅子 售价多少钱吗 三千多 三千多 对 倒也不贵 我觉得要是3D打印的话 还是反正我有兴趣的话 当然在我的经济承受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还倒是挺愿意尝试的 这个可以是像为每个人不同的身材和尺寸来量身定制的 因为我在数据模型 其实对我来讲没有负担 就可以放大缩小 那么高的人可以订带的 小的人尤其是像baby的 我们还有baby的椅子 采访一下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三位女企业家 先来问一下曾花 因为你可能是三位女企业家当中感受最为直接的 你直接穿着了那件婚纱 你穿着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它的这种挺阔性和包裹性非常强 透气性很好 因为它其实不是完全接触皮肤 里面还有一场有一个内衬 内衬 对 我觉得它这个产品是因为很早很早以前的产品 其实现在科技在发展 现在应该有一些更加轻肤性的一些产品出来了 是吧 其实我特别期待 就是也希望 因为斯凯勒也是做户外的服装品牌 我也希望能够把3D打印的产品用于我们的户外运动当中 一定会的 佳英 你刚才感觉怎么样 因为它本身是六年前的 我觉得材质上来讲可能还稍微厚重了一点点 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它是一件高定的衣服 就是我穿出了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未来 比如说对时尚女性来讲 如果它是一件高定 它是我的尺寸的衣服 会让我整个的体验 就被服的感觉 我觉得会很好 杨蓉呢 你会愿意来定制一个3D打印的包包吗 喜欢说我刚才不知道它是一个包 如果是作为包的话 我就稍微有点重 其实我想接着杨蓉 曾花 还有佳英他们三位的观点 就是刚才在佩戴头盔的时候 我也在想 3D打印它在这个重量上 还有没有再提升的空间 以您的专业度来看 肯定是有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通过它的算法还有结构 比如像减重的结构 我们都可以通 都可以把它的这些镂空 还有不必要的这个材料给剃出去 这个是3D打印的优势 刚才企业家们都说 这些都是几年前的这个作品 您有没有最新的作品带来给我们展示 这个部分的话 尤其是在时间上的优化 已经达到了两个半小时 打一把一次了 您今天有没有带来相关的展示资料 能让我们来更多地了解一下 可能咱们要看咱们的大屏幕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是咱们打印的过程了 这是通过咱们机器手臂 直接去做的一些加工的这种形态 而且这个是咱们陶图打印的 还可以烧 还可以烧 对 然后打完了之后 就像咱们的那个陶瓶一样 直接放到窑里面烧 王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机械手臂 我就想问除了机器来制作3D打印的产品之外 我们的极致盛放公司还有哪些技术 能够在3D打印这个领域当中 更好地帮助它呈现作品 那咱们公司可以有非常小的金属打印的部分 尤其是像金属 钢温陶瓷 钛合金 这些部分我们都在做 钢温陶瓷已经是给故宫在去做他的饰品了 那么大的尺度 我们马上要落成的还有一座桥的尺度 大概是在二十五米左右的一个桥 二十五米 对的 完全由3D打印制作的 完全由3D打印来进行制作 我不得不问一下 就为什么要一座桥去用3D打印呢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桥的本身 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 一个是速度 还有一个是能快速成型以及它的这种形态可以更加多样化 它是解放了原来的这个桥的一些设计 跟我理解的3D打印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3D打印在早期或者说过去十年里头 3D打印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非标品的快速建模 但是如果作为标准品 比方说这个椅子 如果是标准品的商业化售卖 这种椅子一定是拼不过工业化生产的 是因为它的标准化流程更简单 更绿色 然后成本更低 只有在给比方说特殊病人 它需要对腰椎或者腿部有特殊支撑的时候 但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我称之为非标品 所以我们确实不要 就一下就跨到说 未来我们所有的建筑都要去打印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放大了